大家好 欢迎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个 松厨的轻松厨房 还记得完吗 我是Daniel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是 我们松厨的这一个QQ 魔法气压锅 怎么会叫魔法气压锅呢 因为它煮的皮膀上的气压 还要快 所以我现在我先把东西放下去煮 那么呢 我才跟你介绍它整个过程 为什么它会比别人更加的快 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 这边你看到我有准备了一个 这个是6公升的 我们还有一个8公升的比较高 ok 你在这边呢 你一打开 基本上你会看到它有两个线 等一下我开一个新的 给你看它的线条 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材料呢 我今天要煮一个猪脚用这一个 猪脚呢 我们里面会放什么呢 我们会放桂皮 我们会放八角丁香 还有我们会放姜贴 这样呢 你就把它这样子 把它松开来就可以了 你把它腌啊 记得 你把它腌 你要多黑色 由你自己喜欢 有些人他说 我的颜色黑一点 你都可以把它腌得黑一点 不过呢 你把它腌的最少的时间呢 我们会鼓励你 给它最少腌 45分钟到一个小时 腌好了之后呢 你直接的把这些材料 让它放到里面去 先把材料 把它全部放到里面去 其实你在焖猪脚呢 你的这个水分 是不用 不需要超过它的 你只要呢 它的这个汁 当你把它腌好了之后 那个汁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 跟它盖起来 如果你是用左手的 你的这个开关呢 手推的开关 你就放在左手边 如果你是用右手的呢 你可以把它移过来 把它这个 它这样子关起来 ok那么呢 你直接的把它锁起来 这个锁 它才有气压 没有锁 是没有气压的 当你要它有气压呢 你把它这个放正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什么呢 都会看到这个配状头上面 写作什么 写作140kpa 也就是说跟你讲 它本身的气压呢 是有140的气压单位 所以它比一般上的气压锅呢 快到1.4倍 你就说一般上闷脚 它快到65%的时间 所以我直接的 现在我开大火 直接给它煮 尤其是你拿来焖猪脚 你要多少时间 当看到有烟的时候 就是有水蒸气的时候 你只需要煮7到8分钟 它就是一个很好吃 软软的 这个我们叫做焖猪脚的 是这个松厨的这个我们叫魔法气压锅 它本身呢 就是你买的时候 你看到它有两个名字啊 一个它会放做Wondershare 日本最参销的 那么另一边你会看到它 这个松厨 也就是我们松厨的品牌 它是联合日本两个制造的 所以你把这个呢 你看到在这边 它本身一打开来 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会看到底下这边 它会有一个Bain Level 那么呢 上面这边有一个Maximum Level 如果你煮的东西 是有粘性的 或者它会膨胀的 你煮它会膨胀的 你只能煮到这一个 如果今天你煮的是莲藕花生啊 或者焖排骨啊 焖什么东西 你的这个水分都可以放到这边 都无所谓 甚至你拿来煮粽子 你也可以放到这个位置 都可以的 如果今天你在家里 你哎 我不要用做气压锅 我用做普通锅 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这边也有配这一个盖子给你 让你可以当做普通锅子来用 最主要是很多时候 我们把气压锅煮完了 等一下你要弄烧的话 怎么办 很多人就是那个盖子 意思是开开关关 现在我有这个盖子给你哈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这边 把它加热就可以了 ok 现在你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锅子 它整个呢 我们叫做多层杆 底下没有加厚板的 它不像很多的锅子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你买一个锅子回来 底下加一片厚板 当这个厚的地方呢 承受高温的时候 来到这个交叉点啊 它会产生交叉点这个部分呢 产生overheating 也就是说每次很多人 哎呀我以前用的钢锅 煮煮煮一热起来哈 旁边的话 黄黄一圈 主要是因为它overheating的关系 而你采用我们这一种呢 整个multi layer的 就是多层杠的这一个锅子 它本身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看它里面哈 这个啊 ok 白杠 里面呢 合金层 外面再多一个白杠 让你整个锅子呢 一热整个锅同样的温度 所以它在煮的时候 它不会有overheating的部分 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同样的温度 所以你煮东西哈 你的温度平均 你的食物营养都会保留在那边 ok 现在我们看看最重要的东西了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一个锅盖 为什么讲它最重要 现在我把它拆给你看哈 这边 是它的配重头 它可以给你的气压呢 高达140的气压单位 这边是一个过滤网 这个过滤网做什么用 这个过滤网是当你在煮食的时候呢 你把它放上去哈 它具备了不会阻塞这个排气孔的这个功能 ok 你这样煮的话 今天如果你不小心 有一些比较大片东西盖住了这边 它还是从旁边的气孔帮你排气 如果旁边不小心这边有阻塞 它这边这一条痕哈都会帮助你把水灯去排掉 所以呢 它本身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东西 我们讲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哈 让你避免阻塞在你排气孔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放上来啊 当你在煮东西的时候 把它配上去 那么它就没有阻塞的这个可能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哈 把它放在排气孔的上面 这个时候呢 你在煮的时候 当你的气压 高达140的这个气压单位 多的它就会从旁边帮你排掉 不过哈 它的这个我们讲安全措施 还是做的非常足够的 你看到这个吗 这个哈就是一个我们做的Extra Safety Val 就是双重的安全的排 当你真的是很不小心很不小心 走到这边有阻塞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一个哈 它会自己自动的把它推出去 这样推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当你的气压单位高达180 它就自动帮你推出去了 所以呢 它非常的安全 再加上它这边 有给你两个这个 讲讲两个呢 第一个是手推的这个安全措 第二个呢 是佛指阀 佛指阀是专门帮你怎样呢 当它有气压的时候 它会升起来 避免你这个手推的开关呢 你可以推动它 所以当你把它这样子哈 这个是给你打开 拉下来关 当它有气压的时候 它就会佛上来 避免你可以再把它推进去 所以呢 它安全措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每次讲一个气压锅呢 你在煮的时候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的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给你 使到你在煮的时候呢 非常放心 非常安心的 来煮它 好 怎么去清洗它呢 它的清洗 还有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清洗的非常简单啊 你清洗的时候 这个当然不用讲了 妈妈 我们直接清洗 这整个哈 你都可以把它放到水龙头那边清洗的啊 ok 如果你要拆 你就直接的拆这一个 这个打开来 ok 这个呢 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呢 你就是 这个硅胶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其实你只要洗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洗完之后把它放回去 当然这个硅胶呢 是给我们做什么 给我们把它气压锁在里面的 所以呢 你把它清洗一下 放回这边就可以了 ok 那么呢 你这个啊 把它转上去 为什么他要做转的 就是避免有时候啊 有些人他哎呀 他以前用的气压锅呢 这个东西啊 产生一种故障 现在你把它这个啊 把它转进去啊 他避免那些故障 而且呢 不管你的气压有多大 他只是 帮你排架 他不会 跑出来 好 这边我们把它 关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简单方便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当你煮到你的这个 气压呢 它的单位高到140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看到这种情况 当你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告诉你啊 你的气压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呢 请你把火关小 从你的大火 关去中小火 只要保持一点点的虚虚声就可以了 那么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时间算一下 刚才我讲过 我们闷一个猪脚多少分钟 你只需要闷7到8分钟 看你本身要他的柔软度 如果你要他更加柔软的话 你给他8分钟 如果你不要太过柔软 你要有一点Q 有一点矫劲 你就用7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口感呢 是每个人哈 不同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你要煮的这一个口感 OK 那么呢 现在我给你看看一个 我们煮的这一个成品 是什么样的 你这边有问题 要问说 煮7压锅的话 他水会不会干掉啊 煮7压锅 他本身的好处就是 以前我们在煮的时候 你看啊 以前我们煮一个汤哈 你是从 4分之3锅 你煮煮煮到半锅 甚至煮到干掉 现在你用这个呢 他帮你把时间 速短的65% 所以我想像我们拿来焖猪脚 我们只需要7分钟到8分钟 水分是不容易干的 而且呢 他把整个水蒸气呢 都锁在里面 只有从这个 开机房 把那些一点的水蒸气排掉 所以他的水蒸气不容易干 要打开 记得这边推进去 直接打开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 所谓你准备的一个 焖的猪脚 那么呢 你看 他的这个肉 非常的软滑 所以你把它 搅拌一下 记得 记得 你煮这些猪脚呢 最重要你要什么 你要姜 你要这个 桂皮 还有 你要什么呢 你要放一些八角跟冰箱 看到 哇 一个软滑的猪脚 就是这样子 简单 简单 方便的 如果今天你要什么呢 如果今天你要放醋 可以吗 可以啊 你都可以把它 煮成猪脚醋 都没问题的 因为他所采用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松厨的这一个锅具 他所采用的全部都是 以304号的这个食品剂 白杆的这个等级来制造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煮阿萨吗 煮酸醋都没问题的哈 现在我们除了吃这个猪脚 我们还要吃什么呢 我们还要配白饭 好 so 我们今天是用这一个松厨的 这个 饭锅 传统式的 这个传统式的饭锅呢 他有两个size 一个呢 就是 一个liter 一个就是 1.8个liter 所以 1.1个liter的话 你可以煮到多少米 你可以煮一杯到五杯啊 1.8的你可以煮到十杯 没问题的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这个米饭煮好了之后 直接的哈 把它 掀起来 那么你吃猪脚饭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淋一点 这个卤汁哈 当你把它这个 饭拿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叫你说你把它淋上一些卤汁 这样子 你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你就会有一个美味可烤的 卤肉饭的 非常简单 所以你卤猪脚卤肉都可以这样的做法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